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以置信 哥道华裔教授纽约街头遭歧视袭击 据纽约警察局称 哥伦比亚大学发言人兼交流副校长 Ben Chang于6月17日在校园附近遭遇袭击 一名男子在靠近他时用金属水平击打他的头部 并大喊排外言论 Chang称 男子在袭击时对他说滚回你的国家 并在袭击后继续跟随他 目前尚未有人被逮捕 但NYPD已通知仇恨犯罪特别小组处理此案 Chang表示这一事件令人震惊 尤其是因为他不确定是什么引发了这一袭击 他希望袭击者不再做出这样的事 东北大学附近发生枪击事件 警方正在展开调查 上周六晚间 在波士顿东北大学附近传出枪声后 警方展开了一次大规模调查 波士顿警察局证实 当晚8点16在Campden Street和Columbus Avenue附近 发现了弹道证据 同时表示麻州警察正主导调查 麻州警察称 波士顿警察局的一只K9搜查犬 在该区域发现一个装有手枪的袋子 但尚不清楚该手枪是否与枪声有关 东北大学校园警察对此事件未予置评 现场视频显示 许多州警车辆和警察在场调查 区域被黄色警戒线封锁 没有人员受伤报告 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 麻州Avert一男子因涉嫌引发火灾而被捕 23岁的Avert男子 普拉西达巴鲁瓦尔因涉嫌纵火焚伤 Mission Hill著名的大学酒吧Squealing Pig 于上周六早晨被捕 巴鲁瓦尔面临多项指控 包括商业建筑纵火 夜间入室盗窃及破坏私人财产 警方未透露其动机及其他细节 上周三凌晨 消防队在午夜前后回应了Mission Hill Smith Street 上一场大火 火势彻底焚烧了这家营业26年的餐馆 并损坏了附近的路灯和两辆车 酒吧老板Onius在Facebook上表示 尽管酒吧被毁 但他们承诺重建一个新的聚会场所 让大家重新创造珍贵回忆 昆西成立近125年的东拿萨勒学院将关闭 坐落于麻州昆西的东拿萨勒学院的董事会 因财务问题一致决定关闭该学院 该学院成立于1990年 长期以来面临财务困难 尽管尝试了多种方法 最终还是决定关闭 董事会成员在声明中表示 这一消息将令许多人震惊和失望 特别是那些因东拿萨勒学院而改变生活的人 学院计划帮助将在年底前毕业的学生 转学到其他教育机构 如戈登学院 弗农山拿萨勒大学 和特雷维卡拿萨勒大学 尽管关闭 学院将继续为无家可归的移民提供住房 这是2023年7月启动的一项计划的延续 学院有850名学生 来自50多个不同的州 学院校长柯林德尔牧师博士表示 尽管关闭这结果已定 但关闭过程仍是不确定的 马州科德角甲板坍塌至7人受伤 据消防官员称 上周六晚上 马州科德角发生一起甲板坍塌事件 导致7人受伤 Santaville消防局表示 他们于晚8点48下 映了位于Marston Mills的 Mountain Ash Road上的甲板坍塌事故 到达现场后发现7名伤者 全部被救护车送往科德角医院 所有伤者预计都能生还 目前坍塌原因仍在调查中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高考生 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11 计算机全美第12 商科全美第15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人才选拔项目的报名条件如下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和三年高中成绩单 语言要求满足雅思5.5 托福64 多灵国95 ITAP4.0中的任意一项 在中国公立学校参加高考 资产证明 30万人民币 护照 申请表及面试 人才选拔项目每年有两次申请时间 3到6月中 招收秋季入学学生 9到12月中 招收春季入学学生 两个月完成全部申请 面试和录取流程 快速入学 报名与咨询 欢迎留言或扫描小助手二维码 成功升学 祝您升学成功